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剑会的强强对决 关键方是屈服孔庙 关键方是紫禁城 双方都是上的一个 盘司武装 师托加魔王的阵容 有点梦回去年 那个版本的秧子了 因为这次过完年以后 他们这大剑会 都是使用的师托这套阵容 多说不说的 最起码看点 比那个宙师普陀那套阵容 还是要更 更舒服的吧 就观赏性更高一点 毕竟是这种 全权倒肉的比赛 那咱们看一下 师托跟魔王的一个配合 还能不能打出 去年的那种效果 如果大家都玩这套阵容的话 还好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之前 紫禁城那边那个师托 那叫君 我姑且念他是君 因为不死这儿嘛 文化比较低 转到 无底洞 大概转了有个 两个月的时间 够完年以后 也是把这个号又 转回师托里 那无底洞 也没打出个效果的 那确实也没打出个效果的 野兽之力 魔王起牛进 那法系的话 肯定是毋庸置疑啊 那还是 魔王在的天下 现在想回到去年 那个版本的神木林 基本是不可能了 现在这个魔王 尤其是配合师托 打面伤的时候 实在是比这个神木强太多 神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比较适合配合大唐去点杀 点杀的话 神木还是要比魔王要厉害一些 清场现在大多数都是依赖地听了 就是地听的问题 双关也是恩怨局 去年紫禁城跟曲服这边也闹得比较凶 有一段时间 紫禁城还说要开一个 另外一组号 去曲服打选拔 今年好像也不了了之了 没这个事了 光辉继续补一补 对面是风系的二三速 光辉绷是一四 一四打二三的话 差不多 光辉绷稍微占一点 有什么 哎 对面黄突然发难 想点杀光辉绷的武装了 没一速就点一速 秘传 五穷弹 两个宝宝飞掉 金三迪 三恶 少了两个宝宝 不一定能点个死 光辉绷武装 下回合是有金钦的呀 先罗汉还是先金钦 先日月乾坤 特技先不放 净疗给上 那你这不放特技 可能就没机会放了呀 看来观战方还挺 蹄虎 保了一下 哎呦 这个细节呀 蹄虎 保了一下 其实就是防禁鸟 没别的 哎呦 但是 对战方一个无穷 那把观战方化身 所以给干 没了 满血化身吧 直接就给干费了 这武装还是 现在还是个 进寥继续给武装 武装现在还是个残血 化身是又被干费了 这就说了嘛 现在 魔王的地位 神木灵是挑战不了的 就光这个东西 就够别人吃一壶了 而且密传法术 也算是一个超高爆发类的技能 那个效果不比魔火焚尸差 就哪怕不出无穷的 那个输出加成 也不比魔火焚尸差多少 所以说 太适合配合尸口大灭烧 如果这边武装罐 战备鸭子 屈服 哎呦 这前十回合就不太好扛 石头魔王这套成 打起来还是比较直接 比较暴力的 来 化身是慢慢叠人心吧 反正对战方也没地府嘛 观战方化身死也不着急推拿 现在 人心才一层吧 应该是 只有一层的人心 任中而道远 观战方这边 起飞 四千四 稍后再看一下 观战方这边能不能拼出一个无穷的 去打到对面的人物单位身上 刚才一个无穷的 是出在了宝宝身上 效果一般吧 哎呦 这巨魔王 四个巨魔王 降临旗 先加石鸵 落花车尼 再控武装 火血 继续叠人心 化身似不着急 前期只能先浪费一些九转 没有出 军大 只能前期先浪费一些九转 把这个人心叠到了四层五层以后 再给自己推拿 当然推拿的时候 也得看自己队友的一些情况 因为这套阵容的话 你很难说自己人物的血量 保证在一个满血的状态 很难 只要面伤打起来 大家都跑过 一直都是半血状态 或者是残血状态的话 能化身死 这手推拿 他不太好放 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 再加上现在法防时代嘛 哎呦 又是一刀劈死了 关键方这边的石鸵林 现在法防时代 大家的防御都普遍偏低 石鸵的每一刀砍下来 都好像砍在了大动脉上 对面 再来个秘传法术 魔王也快没了 武装也快不行了 魔王直接被打出163 这也就是凭着呀 我以为对面大客 关键方 这个伤害 火学火歪 继续笑了一下魔王 你说这花生色怎么推呢 就这么个情况怎么推 没法推 尽量没给上 花生色选择了凌员退口 先问一下 石鸵这边还是被封杀的 解开石鸵 直接起飞 继继续给对面造一些压力 就双方的血量 不可能是满了 只不过是 关键方尸体单位太多了 导致了节奏很差 继续笑了一藏刀 起执续了 法生色也起执 还受不了了 这个伤害 回南方这边 现在没有时间 给自己的尸头去 补一把金刚 没有空间 说白了就是一个 乌秋娜的问题嘛 那关键方还是那句话 关键方如果也出个 乌秋娜 打到对面的盘死 或者花生死身上的话 对面也难受 现在的PK就是 既拼实力 也拼运气 再活 石头这边 暂时稳住 法生色 还是没有时间 给自己退拿 金刚现在 还没有补呢 继续起飞 对面 也得把纸 立一立了 无穷大 有没有 没有 但是这个伤害 很吓人 对战方 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花生死 满脸的委屈 当然这个花生死 血量不高了 他这个上限 也一直没有回 有没有无穷大 估计 也站不住 第一个无穷 那是真的要了命 第二个无穷 那倒还好 还好 血量不高了 再套进化身色 关掉防处无奈 给尸陀打了一把天地同手 这尸陀始终得死 只不过 最起码有个天地 能保证自己的一个出手 地听哈不死 有善恶有失国 那关掉防处 这个天地同手 迟早得把自己失国给送走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一个保出手的问题 一刀直接劈死了 就是一个保出手 没别的 化身色又没了 这回化身色是被封杀的 就被刮杀刮死 清牛筋 雷皮 杀人的 杀雷皮 哎哟 我那方缓不过来了 哈哈 有点缓不过来的意思 人卡大金 已经是很无奈了 裸花承尼也给尸陀了 不到万不得已 关掉黄也不可能给尸陀的 武装要没 武装要没了 那这关掉方崩了呀 这个情况就崩盘了 化身色 虽然人心现在叠满了 但你这被封杀了 这就很痛苦啊 尸陀先变身 把尸陀先补个孩子出来 对面尸陀中路化成尼 这回合要休息 休息的话 可以给杀雷皮加战敌吗 或者自己把战神宝典 起一起 也可以 先把杀雷皮 劈掉 有没有漫天 没有出 给杀雷皮加了个战敌 来 劈谁 劈盘斯 盘斯也没了 主要是不能贴保护 其他队友都是残血 你没法贴保护 而冠杀方前排的宝宝 又想杀掉对面的杀雷皮 对吧 又得拉起 冠杀方的尸体单位 还想给残血 卡个大惊 所以冠杀方的宝宝 也没有空间 说去给盘斯 贴个宝宝 这各个方面的原因吧 被牵制的有点太厉害 替活 保了一下 自己魔王的一个出手 石坑又飞起来了 这没金刚的伤害 也是非常的猛 观战方的飞机 只是压血 压一下对面的血线 而对战方的飞机 是要命的飞机 无穷纳 有没有 没有 那化身色 又没了 观战方魔王也倒地 崩盘了 彻底崩盘 对战方只要出地厅 把观战方前排的宝宝 清一清就可以了 以观战方形成的状态 防地厅也防不了 地厅呢 地厅呢 地厅出来不用加战力 就不用加战力 就是刮宝宝 不杀人 只刮宝宝不杀人 水晶继续保魔王 米传又是一个 无穷大 这也不需要地厅 不需要了 有魔王大哥够了 但还是出一个吧 还是出一个啊 节奏快一些 还是没有出 比赛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个赞 谢谢兄弟们 紫金身现在的实力 太强了 拜拜